然后再进云挡它 然后这下面这个布 给它往上靠 这边记得哦 这边从这两个往过 从这边上去 然后夹到这个轮乳上 过来 这边拉过来 这后面哦 后面 从这边过去 然后这个布扶这么大 然后把这个往外拉 这边 这边松开往外拉 这边给它往上 往上调一点 这边不符的松紧度一定要调好 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 太松容易往下掉 太紧了容易皱起来 然后调好了 我们这边给它锁点 这边锁点 这边给它夹到这个轮子里面 这个布给它夹到轮子里面 然后速度 速度给它调慢 速度调慢 这边底盘速度也同样给它调慢 然后我们就按启动键 启动键 让它速度慢一点 这边哦 手拿住 一定要小心 不能碰到刀片 这边给它往上拨 好 过来了哦 上步多了 我们就给它下步 往下去 然后底盘不转 底盘太慢了 给它调快一点 调到同步就可以了 这边是 零食零食快捡 这边是停止 底盘绕住就可以 这两个键 这边是停止 然后从这边 这边停止键 机台就停下来了 然后停下来的时候 我们这边给它夹上去 夹上去按顶动 顶动 然后这边拉一下 拉一下 松紧 这上面太松了 下面 下面紧了 这边我们就可以用 这太紧了 给它往外帮一点 再顶动按一下 让它走一下 走一下再拉一下 还是松了 再拉一点 再拉一点 好 现在可以了 松紧度一样 松紧度调到一样 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 准备上步 它这个 是从这边过来 从这上面走 从这上面走 这边 给它夹紧 给它塞到里面 手压住 按顶动 然后这边看一下 这个松紧度 这个卷带松紧 我们就可以调这边 这两个 这个相对应是调这个松紧 这个是对应的这个松紧 我们太紧了 往 往左边 是松 给它调松一点 给它调松一点 然后这边窄了 我们这边 这一卷 给它调松一点 然后这里 这边 上步的 就是让它这边 这一卷变松一点 同样的 我们调这个也是一样 这边往上 它就这边又宽一点 好 这边往上 它这边不乎 立马框了 框起来了 如果太宽了 我们就调这个 给它调窄一点 这边 同样这个也可以调 调这边的宽窄 我们往左边转 这边就是窄 往左边转 这边变窄 往右边转 它这边就变宽了 然后这个米速 我们速度开快 它这个米速 就是 等一讲 跳加一就是一米 这边48 就是显示48米 49 就49米 它这个是米速 单位 一米 好了 好了 OK 去的卡丘 卡丘 OK OK 他在讲这个刀距离 怎么调这个还是距离 怎么调这个距离 这个要调 这个距离要调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要调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要调多少公分